好 刚刚新闻当中也提到这名张姓男子在涉嫌杀害自己的妻子儿女之前 其实是先南下到嘉义老家 同样的以下安眠药在烧炭的方式杀害了父母亲 凌晨张姓男子的弟弟就接到了哥哥的电话 说他已经把父母亲杀害了 而且弃尸在自家的果园里头 弟弟当然立刻报案 而警方赶到了现场 果然找到了两具尸体 死者夫妇的二儿子跟着检方一起来到自家果园协助办案 哥哥在杀害父母亲之后 就是把人弃尸在这间小小的公寮内 然后在凌晨三点多打电话给他 要他去收尸 警方出不调查凶嫌杀害父母亲的手法和桃园一样 先喂食安眠药再烧炭 等到双亲身亡之后再弃尸 路口监视器拍到他开着银色的小轿车 从中埔方向逃逸 死者亲友一早听闻二号纷纷赶来 忍不住痛哭失声 到底是什么原因要对自己的父母亲下手 警方调查可能和钱有关系 因为他投资股票失利的原因 造成他没有办法给他的儿子 经济上的资源 胸前的父亲是退休的清洁队员 家境小康辛辛苦苦拉拔孩子长大 没想到最后却惨死在长子的手中 明镜新闻正任文加一些报道 明镜新闻正任文加一些报道